女孩14岁的时候就为了爱情结婚生子 却没想到会被丈夫抛弃 如今只有16岁的她和2岁女儿 还要靠着母亲的帮助才能继续生活 在法国一个农村 16岁的安吉带着2岁的女儿 跟母亲和弟弟相依为命的生活 在安吉很小的时候 父母就因感情破裂离了婚 从小缺少父爱 也让她在14岁是不顾妈妈反对 就选择跟一个男人私奔 生下女儿不久后就被男人无情抛弃 走投无路的 她就只能带着女儿回到家里 看着可怜的孩子母亲也并没有过多责怪 彼时只有14岁的她自己也是个孩子 根本就不知道要怎么抚养自己的女儿 安吉的母亲也决定在家 好好照顾可怜的女儿和外孙女 在母亲精心地照料下 外孙女也在茁壮健康的成长 如今已经2岁了 安吉虽然也才16岁 但两年的时间也已成熟了不少 可这段悲痛的遭遇 却给她带来了不小的打击 她的心里也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生下女儿后 她就开始变得暴饮暴食 她开始自暴自弃 整个人都变得拉里拉遢 如今16岁的她个头只有一米五 体重却达到了88公斤 要知道在14岁的时候 她的体重也只有90多斤 那个时候买的裤子 如今已经完全穿不上了 身体也出现了各种问题 皮肤也变得非常糟糕 不仅脸上坑坑洼洼 暴饮暴食作息不规律 导致下巴长起了男人才有的胡须 但是从外表看上去 更像是一个中年妇女 本应该是花季少女 却变成了如今这般模样 每当看到镜子里的自己 都会无比难受 她无法接受这样的自己 16岁的年纪 本应该是像别的孩子一样 还在教室里接受知识的洗礼 本应该跟同龄人一样 有着许多兴趣爱好 更应该是享受美好青春的阶段 可却因愚蠢冲动的行为 给自己带来无法挽回的伤害 自己还未成年 根本找不到工作 没有任何收入 也只能靠着妈妈的帮助 才能生存的下去 这让安吉每天都在后悔痛苦中度过 好在妈妈并没有放弃她和女儿 通过这个遭遇妈妈 也意识到了问题 曾经自己忙于工作 疏忽了对孩子的陪伴和沟通 人生家庭的问题 也会给孩子带来很多伤害 如今她把大部分时间 都用在陪伴女儿照顾外孙女身上 每天都会跟安吉沟通 很长时间来倾听她的一切想法 安吉的心里也慢慢得到了安抚 虽然才16岁 但也意识到自己 不可能跟别的同龄人一样 享受无忧无虑的时光 小小年纪的 她也必须承担起 作为一个妈妈的责任 女儿不断茁壮地成长 还有家人无微不至的关爱陪伴 她的心情也开始慢慢好了起来 作为一个妈妈 她还有许多东西要去学习 同时作为女儿 她还是可以继续感受来自妈妈的爱 身边的好朋友 也会经常约她出来聊聊天谈谈心 一切也开始慢慢向好的方向发展 她时刻提醒自己 必须要重新振作起来 为此妈妈特意为她安排了心理咨询师 简单的了解后问题并不大 重要的是让她重新建立自信 重拾对生活的信心 既然下定决心要彻底进行改变 心理是一方面外在也同样需要改造 首先要做的就是把胡须全部清理掉 只要以后定时清洁注意饮食 是绝对不会再长胡子 作为一个女孩子漂亮的衣服首饰和包包 那肯定是必须的 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心情 自然也会慢慢地好起来 虽然现在是胖了点 但只要通过合理的运动和饮食 也一定能够瘦身成功 衣物首饰选好以后 去理发店好好打理一下乱糟糟的头发 再画上一个精致美美的妆容 整个人瞬间就有了精气神 看着镜子里全新的自己安吉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曾经她对自己彻底自暴自弃 再也没有心情收拾自己 直到此刻她才重新认识到 自己还是能够漂漂亮亮的 她再也忍不住激动地哭了出来 看到女儿精致美丽的样子 妈妈开心地笑了出来 她用陪伴和无私的爱 终于成功地引导着女儿 不断从悲痛中走出来 这次过后让安吉重拾了自信 她下定决心一定要彻底改变 她给自己定下了目标 首先就是减重到之前的样子 生活中也会更加注重个人卫生 再也不会拉里拉她浑浑噩噩的生活 甚至打算重新回到校园去学习 去认识更多的新朋友 当然最重要的是 她要重新做一个合格的母亲 无论是任何方面 她都要为女儿做一个好榜样 虽然女儿同样却是父爱 但她也会尽自己所能去 陪伴付出自己全部的爱 绝对不会也不能让女儿 重蹈自己的覆辙 成长的过程不可能一帆风顺 面对错者一定要学会勇敢坚强 也相信安吉一定可以重新做回 那个自信又快乐的自己 也一定可以成为一个合格的妈妈